《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 从前有两个修道人 一位叫提皮罗 一位叫罗拉 他们在深山中专心修行 经过长期修炼 他们越过欲见和诱惑 获得了神通 一天夜里 提皮罗起来诵经 累了便躺下来休息 这时 罗拉也起来诵经 在狭窄的石洞里 不小心踩到了提皮罗的头 提皮罗疼痛难忍 脱口骂了一句 谁踩了我的头 明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 他的头会裂成七块 罗拉一听 十分生气的说 是我屋踩了你 你发这么重的咒干什么 你说我明天太阳出来后 我的头会裂成七块 那我就不让太阳出来 说完 罗拉便试了一通法术 第二天 太阳果然没有升起来 连续五天不见天日 大地一片黑暗 全国人民人心惶惶 到处是火把和蜡烛 大家议论纷纷 觉得一定是发生什么可怕的事 国王把全国有学问 有道行的人都请到王宫 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中一位道行极高的人 对国王说 大王 据我的观察 这件事情是由山中两个得了道的修道人引起的 他们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争执 施法压住了太阳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要是他们一直争吵下去 我们不就完蛋了吗 大王别急 我有一个办法 明天清晨 请您率领全国百姓一起到那两位修道人的地方 恳求他们和解 他们是慈悲厚道的修道人 为了百姓的利益 我想他们会答应和解的 隔天清晨 请高人看在百姓的利益上 重新和好吧 大王 我是有心要和解 只要提提罗愿意 我立刻把太阳放出来 国王一听 马上去找提提罗 传达了罗纳的意思 我也没有意义 不过请你们马上用泥巴制造七个罗纳的头 做好后太阳就会升起来 国王照办了 太阳从东方冉冉身体 光芒四射 老百姓雀跃欢呼 只见那七个泥造的罗纳头 砰的一声裂开 在地上裂成碎片 之后两个修道的人和好如初 共同帮助国王治理天下 原来两位修道人的争吵 不过是一个计策 因为国王和百姓都不信佛法 不知因果 为了弘扬教化 帮国王治理国家 他们才想出这个主意 从此之后 全国上下都渐渐深信佛法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父亲 父亲 您感觉怎么样了 父亲 喝了这碗药吧 爸 爸 那本佛 佛经 拿给我 等您病好了 再看佛经吧 我的病 不会 不会好 我以后 再也没机会 听 听师尊 为我说 说法了 父亲 您别乱想 您不会有事的 孩子 帮 帮 帮我把那本 我把那本 如今 拿 拿 拿过来吧 我想 再 再看一看 父亲 我的父亲啊 父亲 父亲 父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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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啊 世尊 我是来向您表示感谢的 承蒙世尊慈悲为我传授皈依 并可以亲自聆听到您的教法 才能在死后转生三十三天 我该返回天界了 父亲啊 我的父亲 父亲啊 这不是我的儿子吗 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你是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悲伤呢 你是谁啊 我是你的父亲啊 父亲 您真的是我的父亲 父亲 您现在在哪里啊 我已经转生到三十三天 三十三天 您是因为什么样的善业转生到三十三天的 因为我在人间归依佛陀 受居世界 亲自听佛说法的善根 才转生到三十三天的 你不要悲伤 你不要悲伤 我现在非常安乐 你好好归依佛法 僧三宝 对你的未来会有极大的利益 父亲 我也要像您那样归依三宝 好 世尊 你来了 是的 世尊 我希望在佛前出嫁 受持比丘戒 世尊 是什么样的姻缘 是这位婆罗门的儿子 一开始对佛法没有信心 但在听了父亲的教导后 才对佛陀生起信心 跟随佛陀出家 并证得阿罗汉果呢 希望世尊 为我们解说 前后姻缘 佛罗门的儿子 在听了父亲的教导 才对佛陀生起信心 并出家政府 其实这个过程 不止是现在 在过去生中 他们也是这样的 在咸结人寿 两万岁 加瑟佛住世时 印度路野院 有一位佛罗门的儿子 世间学问 没有不通晓的地方 而这位佛罗门 对加瑟佛具足极大信心 在佛前皈依 受尽 死后 转身到天际 希望 在佛罗门 但不得的 我们不得的 我们也会 死后 但我们不得的 我们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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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败 父亲啊 父亲 父亲 孩子呀 你不必这么痛苦 我在加瑟佛前皈依 受戒 死后转生到天际 也应该皈依加瑟佛 对你以后会有利益的 嗯 儿子听了父亲的话 就到加瑟佛前皈依出家 临终的日子 他发了一个愿意 我在加瑟佛教法下出家 没有得到什么境界 希望我将来 能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出家 正在罗汉国会 由于他当时所发的愿意 现在已经成熟 所以能在我的教法下出家 成为阿罗汉 当时的父子 就是现在的父子 当时的儿子 是听从父亲的开导而出家的 今生也是听从父亲的开导 再加上前世 他曾经发过的愿意 才得以出家的正夺汉 这就是佛罗门父子的 前后遗愿 多谢世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国王每天都会拿出这件宝衣 欣赏不停 太美了 实在是太美了 也只有像我这样高贵的国王 才能拥有这件宝衣 国王陛下 丞相在义士殿有钥匙向您禀报 那快快带我去见丞相 国王离滩后 不久 一位给王宫送菜的村夫来到了国王寝宫 哇 这王宫真漂亮呀 看这柱子 是不是金子做的呀 是真金的 我搬台了 就外面都这么好的嘛 那里面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哇 传说中的摧月宝瓶啊 嗯 画得不错 比隔壁阿萌画的好多了 瞧这块饼画的 看得我饿了 嘿嘿嘿 这是什么呢 这 这难道就是传书中的宝衣 我在乡下时就听人家说 国王有一件宝衣 没想到 这件宝衣竟然会落在我手里 这时候 国王的宝衣引起了村夫的贪欲 他决定要把这件不属于自己的宝衣偷走 此时 国王回到寝宫 发现宝衣不见了 便大发雷霆 废话 这么多人都还让贼人偷走我心爱的宝衣 陛下息怒 陛下息怒 能出入王宫的人并不多 而且从现场留下的这块大松饼来看 贼人不是惯犯 而且缺了颗牙齿 只要查一下今天进入王宫 有谁缺少人牙的 犯人马上就可以找到 陛下 今天有一位送菜的村夫 曾进入王宫 而他刚好缺少一颗牙齿 那还等什么吗 快去捉拿这个缺牙的村夫 根据现场留下的罪证 侍卫带领着士兵 很快地找到了村夫的家 好漂亮啊 瞧着衣服上的这些小石头 真可爱 我都舍不得卖掉它了 开门 开门哪 谁 谁 谁啊 快开门 我是国王的侍卫 啊 国王的侍卫 他发现我偷宝衣了吗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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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我穿上衣服 马上就开门 快点 快点 这个门可真是破旧啊 大胆 你竟敢偷国王的宝衣 来人呢 把他给我抓起来 冤枉啊 冤枉啊 这件宝衣是我的穿甲之宝 不是国王的 我冤枉啊 这话你还是留着跟国王说吧 把他给我带走 就这样 村夫被带到了国王的面前 我的宝贝 你终于回来了 大胆的村夫 你好大的胆子 偷东西偷到我头上来了 陛下 这套衣服 是我祖父留下来的 可不是偷的呀 混账 事到如今你还不说实话 慢 既然你说这件宝衣是你祖父留下来的 那你一定知道该怎么穿它了 你现在就穿给我看看 哇 穿衣服谁还不会啊 这一定是袖子 等我看看你怎么把脑袋套上 不对不对 这不算 我再来一次 这样穿才对 国王 您看 这就是我祖传的吗 是吗 这衣服怎么没有扣子呀 这个 这个 这件衣服 本来就没有扣子的 它是套头的 胡说 你摸摸你的后背 这 这 老了 糊涂了 国王陛下 再让我试一次 够了 老糊涂了 你还想骗我吗 如果这真是你祖父留下来的衣服 你还不会穿吗 你刚刚不是说 这衣服是你祖父留下来的吗 怎么你连穿都不会穿 可见你再说谎 国王陛下 你饶命啊 这套宝衣是小人一时贪心从您这偷的 求国王饶命啊 大胆村妇 你混进王宫偷走我的宝衣 还恍成是祖父留下来的 实在可恶 来人呐 在 把这个小偷给我押进大牢 国王陛下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呆头呆脑的村夫偷到宝物之后 就自以为是富贵中人 其实 他根本不明白富贵的意义 即使有了宝物 也会很快地失去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慈悲至业诸善行 十方信众共成就 起见细念归净土 名阳两笔杜友情 特为子安地藏殿英灵牌位 及报恩殿所有历代祖先座超度 03989-9319宜然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通瞻法医共母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大家好 我是罗伊君 在11月11月开始 这回中心已经叫专家建议 开放18岁以上新年人 都可以注醋世代疫苗 来做对家座 特别是有汤榴杯 甘症 中方 也是心 肺 肝心 这些慢性别的民众 共来建议 对家一支 醋世代疫苗 可以有效价格 感染症症 及希望的风险 醋世代疫苗 是将对今年流行的 Omicron 不得出设计 保护立国家府 竟然可以以后目前 比那点五 及新型变异主 作成的威胁 无论是否慢性别 注射进程 都会有疑似评估 靠近身体状况稳定 接着安排注射 注醋世代疫苗 提升注目保护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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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的身心得到冠点 佛 身心病 八万四千病 都可以治 你看叫所有病苦皆得消灭 佛科万病总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学着东方进流离世界 药师佛的法门 这里忽然之间就出了极乐世界了 你看 如果有人想去极乐世界 而未能够去 不能够去的话 药师佛和他下面的八大菩萨 你看 还帮助我们 送我们去极乐世界 文殊菩萨 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无尽义菩萨 实际上都是西方世界的菩萨 但是你看 没有分别的 既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上手菩萨 也是东方世界的上手菩萨 你按照这个唐秘来说 文殊菩萨 观世音菩萨 都属于莲花布的 宝摊花菩萨 药王菩萨 药上菩萨 弥勒菩萨是我们说菩萨界的 是释迦佛陀的 对不对 法王子 补助菩萨 但是在这里面就 不分东西南北 或有因此生于天上 虽生天中 而本善根 意味穷尽 不负更生诸于恶趣 天上受尽 还生人间 或为龙王 统设四周 威德自在 安利无量 百千友情 于十三道 或生沙地利 婆罗门 居是大家 多扰财宝 仓库盈溢 形象端正 眷属居足 聪明智慧 涌见 威猛 如大历史 若是女人 德文 世尊要师 流离光如来名号 至心受持 于后不负 更受女神 这个里面 你看 或许有的 虽然没有生到 西方极乐世界 或者东方世界 但是因为受持 听闻了 要师佛的功德 功德力 或因此生于天上 生到天上的福报 而本善根意味穷尽 虽然福报是受完了 但是听闻学习佛法的善根 却没有穷尽 再回到 再回生人间的时候 也不会堕落到三恶道去 生到人间 也是有大威势力 获作轮王 转轮王 统设四周 这金轮王 就是统设四周的 南战部周 西牛鹤周 北居禄周 东圣神周 四大周 为得自在 而且呢 会安安利 让这个世间 社会啊 安定 统治者有福的人啊 如果做统治者的话 对 对天下百姓 那个是 安利 无量百姓友情 与十善道 十善道是什么 口 口 不恶口 不两舌 不其语 不妄语 身体呢 不杀道淫 义不贪嗔痴 这个十善业 就是没有使恶业 行持使善业 我们前面讲 入药师定的时候 这个药师中脉 日光脉 月光脉 日光脉 这边主要指 这个我们生的恶业 尤其啊 男的得注意 男的这个 生的恶业比较重 男的这个杀道淫 这个恶业比较重 往往男人一看 你就看着这边连 好来 有的那个黑气 都冲到这边了 那已经 什么 啊 什么脑血酸啊 啊 什么什么什么 脑充血啊 心血管疾病 已经已经 已经不远了 这种 你说你吃什么药型 中药 西药 什么药 都跟你说 都只是辅助缓解 根本的药就是忏悔 戒恶修善 男的是这边一道业 这个业比较重 女的是这边一道业比较重 男的这边的业呢 一般就是心脑血管 就是这个病 女的呢 往往就是什么 这个病那个病 我具体名字不讲 女的是口业比较重 异地的贪嗔痴呢 你看异地 所以异地要把贪嗔痴 要转 转 十善业 要行持十善业 那你像这样子的 获胜沙地利 也是做 这个社会上有威德的 统治者 文管武将 婆罗门 天上地下的这些知识 他都知道的 作为社会当中 最尊贵的人 最尊贵的人 居使大家 对社会有影响力的 身价富商 有知见的人 这样多饶财富 偿不云 我们现在学习了 要识法了 那么我们想吧 我们是想去极乐世界 还是想去 要识佛国土 你就是想去极乐世界 还是有业的话 八大菩萨会来 帮助我们 抬轿子也给你抬去 八台大轿 抬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你看 今天的我们 这次开法会 你看 厉害不厉害 当下这个身心转变 未来世界随便选 这轮回的众生 它是没得选 轮回的众生 都是逼迫性 身不由己 我们学了佛了 你看 想怎么选就怎么行 对不对 这个你这个都不一样啊 然后 不单单你有那个 而且你的眷属也好 你自己长的 你看 不但外面外柴有 这个 医报好 正报也好 形象端正 不用做整形手术了 眷属 俱足 那个眷属都是 就是好人相聚啊 好人相聚 是不是很快乐的 这两天我们快乐吧 善有低轻啊 有共同信仰的人 在这里 我们每一个身心都是 既是接收器 又是放射器 然后每一个都是共振 你说我们这么大一个会场 这么多人在一起共振 你这就不得了啊 对不对 叫共善业 这共善业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钥匙 或坦诚 每个人身心世界 都变成钥匙流离光如来 我咋还了得啊 未来你看 也是眷属具足 聪明智慧 永见威猛 如大力士 如果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虽然是女的 但是得闻了这个 钥匙法门之后 钥匙如来名号之后 我们至行受持 以后不复更受女生 有的就想了 我做女生不是蛮好的吗 学佛之后 你会慢慢会知道 一个凡夫的女的 她是前面说 千坛啊 嫉妒啊 小心眼啊 多疑症啊 对不对 甚至虚荣啊 对不对 很多 但是请问 女的里面有没有菩萨 有啊 所以女的里面很多菩萨啊 所以我们以后 哪怕再投胎 我们也希望 我找一个妈妈 这个妈妈是菩萨化现人间的 所以佛陀来人间投胎 你看她就选了 学到后来摩切脱国和 加比罗魏国 这两个国王 这两个国王选 候选人选了之后 然后再选王后 王后一选后来 最终选的净范王 因为什么 因为净范王的王后 比摩切脱国的王后的品格要高 具足36种女德 那你想想看 那女的也要修得 对不对 道德充满 那佛才会投胎来 你看 父次 曼苏斯利 比药师流离光如来 得菩提时 有本愿力 观诸有情 欲重病苦 受卵 甘消 黄热等病 或被 燕昧 孤独所重 或负短命 或时狠死 欲令 事等病苦 消除 所求 愿满 所以 前面是说 药师如来 在阴地发愿 这个时候 佛陀就告诉 文书师利菩萨 说 比药师流离光如来 得菩提时 由于他的 本愿力的缘故 所以 观诸有情 所有他佛言 所观到的这些友情 有这些种种的苦难 佛都会 什么 欲令 事等病苦 消除 所求 圆满 也就是说 这个已经开通了 这个信号 已经开通了 佛已经成岛了 而且佛真的 佛眼看着我们 我们只要有这些 不如意的时候 我们一心 祈求佛好了 佛有这个愿 而且有这个力量 而且正在看着我们 就像这个医生 正在跟你耗脉 你只要 你跟佛信号 只要对着 所有都那个 随心满怨的 十 彼世尊 入三摩地 名曰 除灭一切众生苦恼 寄入定乙 于肉脊中 出大光明 光中眼说 大陀罗尼曰 佛就是入这样子 除灭一切众生 苦恼的这种定 要是佛的实际上 根本定 他也是两个手 前面讲的笔鲁指 笔鲁七枝里面就有 笔鲁七枝 做的两个手就是 左手在下 右手在上 这样子 两手 大指 轻轻地抵在一起 放在一起 然后在这 这是根本印 要是佛 入这个三昧 根本定 入定乙 入极放光 佛的光 不是物理的光 我们就讲正能量 正能量是物理吗 物理的力量 还是化学的力量 正能量不是那个 佛的力量 也不是物理的光 不是化学的 不是物理的力量 也不是化学的力量 所以他入这个 入这种放大光的时候 这个定中 放了光 然后光中有这个声音 陀罗尼的声音 就是要是佛之夺 加持我们的时候 从根本的这个定 放光念咒的时候 这个手印就变了 一般打手印的时候 我们要供养 这个手要学会一个根本的供养 供养就是莲花 这样子就把我们的心 像一朵莲花打开了 就是这个心 一朵莲花要飞色 飞像 也是清净的心的本然状态 一打这个莲花 然后再 再什么呢 把这个右手的小指 压住 左手的小指 然后无名指压无名指 中指压中指 食指压食指 压住之后 你看 大拇指并拢 并拢 这样子收起来 就这个印 这个就是 要是佛的 这个陀罗尼 大光明的 这个陀罗尼 这个印 打着这个手印 念的 这个咒 那么 不见佛地 毕萨师 举路 毕六里 布莱坡 何来 舍也 丹道 皆 多 也 阿拉 何地 三秒 三母 多 丹道 佛地 毕萨师 举路 毕六里 布莱坡 何来 舍也 丹道 皆 多 阿拉 何地 三秒 三母 多 丹 自多 毕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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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母 皆 地 所 阿拉 佛地 毕萨师 举路 毕六里 布莱坡 何来 舍也 丹道 皆 多 阿拉 何地 三秒 三母 多 地 所 哈 这个咒 当然我们入这个定 念这个咒 你自己看多少 念二十一遍 四十九万 一百零八遍 在这种定当中 这个印有没有学会啊 压得往里面的 你们看着 是这样 小指 压得往里 往里 扣进来 合起来的 学会了没有 再来一遍 右手的小指 先压 左手的小指 然后每一个都是这样 压上去 然后弯进来 这样 打着这个咒 这样的手硬念这个咒 你这样子一握 你看 这样你感觉身体 舒服不舒服 四个手指头 都是这样交叉的 但是往里面的 不是往外面的 有的是这样的 这不是这样的 是往里面 手掌里面的 手掌里面 这样 那么不见法地 比赛事 居如皮六里 不来不回来 谁也 当他 接得也 那么不见法地 比赛事 比赛事 居如皮六里 不来不回来 谁也 这次的 念好之后 念好之后 这个就放在头顶 放在头顶 然后再从十指这里 打开 慢慢一个一个一个 打开 放在头顶上打开的 你会儿时光中 说死咒语 大地震动 放大光明 一切众生病苦接触 受安隐乐 我们刚才 那个身体热起来 实际上就是 大地在震动 是不是 然后你看 念的时候 现在心是不是 越来越清明了 所以 这个 一切众生病苦接触 那你想想看 这次法会这么殊胜 所以有的人来不了 是不是 你就能理解了 有的人业重 真来不了 所以我们来了 我们要好好珍惜 不要就觉得 这次学了 就以后又丢到脑后去了 回去没事 就入入定 师父教你们的定 那定怎么那个的呢 金刚萨多修法里就有 比如七指做法 然后那种呼吸 九次 那叫九节佛风 排除我们身口意的 这个业把它排掉 平时要干什么 平时要学菩萨的 平时要记住 药师佛的这些愿力的 这个药师经理佛陀 跟文书菩萨所讲的 这两位大医生在讲的 我们这些病人 我们要听了 我们哪些病 我们要注意的 忌口的那些 然后吃药 你看 入这个定了之后 你看 结的这个印 忘了没有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 你看 做早课 消灾牌位 消灾延寿的牌位 就是念这个中 我们前面可以念十句 然后后面就念这个星座 我们毕萨师 毕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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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梦皆地说哈 这个念一百句 一千句 然后最后最后要收的时候 然后最后要收的时候 然后最后要收的时候 再念 至少念三遍 就完整的 然后这个手印 然后这个手印才在头上 放开 佛的力量就借助我们这个身口意 然后我们的身心得到灌顶 曼书师利 若见男子女人有病苦者 应当一心为比病人 常清净早述 或食或药或无虫水 咒一百八遍 与比服食 所有病苦 惜皆消灭 所以我们学了药师经了之后 我们也可以做医生了 自己怎么样呢 要帮别人治怎么样 一心为比病人 常清净早述 这个实际上 清净是清净身体 早述是保持口液 这里面也指我们持戒 诵经诵咒 净化身口意 或食或药 不能说学了佛之后 医院还不要来 医生也要观想 那个医生也是药师佛的化现 观音菩萨化现 但是这个药再加上我们给他念咒 因为什么 佛法不坏世间法 你要记住这句话 就是那个药 不管中药西药 那它不是唯一的 我们还有佛法 或者是食物里面给他念咒 或者是这个药里面给他念咒 或者是无虫水 这个过去古时候啊 那个水 佛陀都特别关照 这个水一定要过滤的 要过滤 然后咒一百八遍 一百零八遍 给他吃 或者给他喝 这个对他的病是 治愈特别快的 吸接消灭 药师法门是 他是强调的 佛 身心病 八万四千病 都可以治 你看叫所有病苦 皆得消灭 你到医院里 中医西医 都是有这个科 那个科 对不对 前面讲的什么 我也记不过来 眼科 鼻科 耳科 内科 外科 到了我们师兄那边 啥科也没有 佛科 万病种之 若有所求 智行念诵 皆得如是 无病延连 不仅仅是有病治病 没有病怎么样 长寿啊 像佛教里面 长寿法 就是说 他修了那个长寿法 可以增加十 十二年的 增加一周的 就是 这个 生肖不是十二年吗 他可以 十二年到十三年 一般性 可以延长寿命 哪怕就是 命中之后 也生彼世界 这个彼是哪个世界 就生琉璃光世界 得不退转 这个得不退转 什么意思 也就在 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里面 这句话叫 阿维越智菩萨 阿维越智菩萨 就是不退转 菩萨 都不退转 乃至菩提 什么叫乃至菩提 不要说 做阿维越智菩萨 乃至都可以成佛的 说明这个 要是法门 就是一个成佛的法门 是不是 所以看看 这个八个字 这实际上 哎呀 都是 太伟大了 得不退转 乃至 菩提 这菩提 就是成佛的意思 事故 慢书是力 若有男子女人 于比药石流离光如来 至心英众 恭敬供养者 藏持此奏 勿令废望 你们会不会废了 会不会旺了 那太好了 拜托你们了 这世界有希望了 父子 慢书是力 若有尽兴 善男子 善女人 得闻 要是流离光如来 应正等觉 所有名号 闻以宋持 成交此木 早速清静 以柱香花 烧香涂香 作众祭月 供兴养形象 与此经典 若自书 若教人书 一心受持 听闻其意 与笔法师 与笔法师 应修供养 一切所有 资深之据 悉皆诗语 悟令法少 如是遍门 诸佛互念 所求愿满 乃至菩提 佛陀亲自 在给我化缘 是给我 还是给你们 给我们大家 如果有人 这么做 一切所有 资深之据 悉皆诗语 悟令法少 你看 哎呀 这个是 叫不求自得 不用求的 自然而然 你有这个福德了 你受持这个法门 你身口意 都有这个功德的 自然就会成为 人天福天 对不对 虽然说 自由下课 我看 在这边 我给大家 展示一下 这一本经书 它表是表的侧页 它是可以拉开的 一展开 你看 这一本钥匙经 这么大的钥匙经 我估计也世界第一了 我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次在武台山抄写的时候 总共八天时间 从六月初一到六月初八圆满 这个八天时间很神奇 每天白花药草香 弥漫着整个抄金的现场 庆人兴品 所以我们要感恩这些白花的药神 草神 他们都是来供养这个药室金的 所以这个表好那天送过来 一送来 房间里就是充满了这个力量 所以供在我们发挥现场 今天发挥在讲经学习 即将圆满的时候 大家也是不禁饱眼福 是一种语言起吧 供养形象 与此经典 若自书 若叫人书 这里面就讲到书写经典的功德 我们这个时代 乃至未来的时代都是这样 人能够受众真情的很少 大多数被狠死 但是今天学了药室金之后 学了药室法之后 你看我们都系了安全带了 都未禁之寿 可以延续 就是已经禁的寿 明明活七十岁 就寿已经禁了 但是修药室法之后 以禁之寿 皆可延续 乃至贡业 有大的贡业 为他国侵扰 盗贼反乱 这是人的 人的这个灾害实际上 比天灾还要厉害 但是这样子强大的 我们自己的人类的这种 业现起的时候 意念恭敬比无来 义得解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持生命电视台 邮政化播 护明